怎么说呢 人为什么 人为什么会追求什么 血药的身份 对吧 无非就是什么 求财 求名 这不是扩大自己的影响力 你会发现人生活的 就这些要求 就是求财 求名 扩大自己的影响力 然而有一个血而易见的 不为缺失规则所关注的 什么字眼 却能够更准确的表达 我们什么 心中的可怕 那就是什么 我们很多人 也许从小没有被关注过 从小缺失某些东西 那就是什么 缺失了爱 缺失了爱 对吧 你会发现我们在这个世界上 辛苦劳作 对吧 来回奔波 到底是为了什么 所有的这些贪婪和欲望 对不对 所有的这些对财富的 对权势 或者是对民生的追求 其目的到底是何在 你会发现我们这个时代 为什么很多人 搞钱 一心搞钱 对吧 为什么很多人一心搞钱 就是因为我们不是说 搞完钱以后就搞完了 因为搞完钱以后 会获得很多东西 是为了获得其他的 获得别人的关注 获得别人的一些 是不是 爱 对吧 我们一心搞钱 难道是为了满足自己的自然需求吗 吃和吃穿运动吗 我们一心搞钱 难道真的 集体是为了满足自己的吃穿运动吗 对吧 如果是这样 你会发现 我们这个是在最底层的人 对不对 最底层的劳苦大众 也足以满足自己的什么 一日三餐 对吧 也能满足自己的自然需求 这个时代 哪个人说是自己 没有满足自己的什么吃穿运动 没有吧 所以你会发现 从 这个角度来看 对 一切都 什么 称之为改善生存状态的这个伟大的 价值 对不对 是站不住脚的 因为我们一心搞钱到底是为了什么 所以为了改善自己的生存状态 改善自己的瓶瓶瓶瓶瓶瓶瓶的状态 好像是站不住脚的 我们改善我们的状态好是为了获得更多的什么 非物质的价值 而是什么更高的精神价值 爱的价值 对吧 就是我们希望被他人所什么 所注意 被他人所关怀 是不是 得到他人的什么 关爱 得到他人的偷情 赞美 得到他人的支持 得到他人的理解 也许这才是我们想要的 是不是 我们追求物质 缺失 民生 也许是为了获得这样的价值 对吧 所以我们如果抛开来看 是不是 我们抛开来看 我们很多人 本身上 本身是什么 爱的不够 我们对外在物质的追求 本身是爱 爱不够 本身是因为 从小得到的爱不够 对吧 你会发现 因为我们这个世代 我们这个世代 以富人为 为弱 以富为弱 以求为耻 对吧 是因为什么 因为我们 感觉到什么 自己生活 在这个什么 日光之下 求的人 很多时候 被别人所忽视 被别人甚至什么 被别人所忽略 甚至被别人所批评 指责 谩骂 这人这个时代 为什么很多 很多人 不结婚 会被这个社会所批评 对吗 也许是因为 是不是 因为别人活得 比我们好 因为别人活得 比我们好 对吗 是因为我们很多人 感觉自己 被这个世界所忽略 人性中最 什么 最强烈的欲望 必然是什么 对于爱的 需求 对吗 你会发现 即使在 即使什么 在闹事 求人 也是什么 求在闹事 无人望 而富人呢 富人是什么 富在圣山 也有 也有什么 越岭 对吗 所以这个时代 很多人 为什么会对 企业有 企业 民生 有特别 强烈的追求 也许是因为 很多人 接受不了 自己的 默默无闻 不被他人所关心 不被他人所关注 对吗 不被别人所赞美 如果说我们从小得到的够 也许大家 就像现在 零零后 零零后 很多时候你会发现 他们这个 这代人 很多人 从小获得的东西 足够 物质也相对 相对 足够丰富 精神方面的话 也相对 比较稳定 所以你会发现 零零后这一代人 很平和 对外在的很多东西 相对来说 很平和 为什么我们 你会发现 为什么 八零后和 九零后 相对来说 对于外在的物质 是追求 是特别强烈的 是因为他们 从小获得的东西 严重不够 叫我 我小丑 从小 想要什么东西 是不是 很多东西都满足不了 自己想要一些东西的时候 特别想要一个东西的时候 满足不了 我想很多人也一样 跟我小时候的这个现状一样 从小我们 想要什么 满足自己的一些 小小的要求 发现什么 自己的 因为自己家庭原因 家庭状况 满足不了 对吧 所以大家很多时候 迫切的想要成为妇人 成为有权势的人 成为那些有名的人 对吧 大家都希望自己被关注 对吧 大家都希望成为公主 关注的一个对象 都希望什么 说的任何话 做的任何事 举手投足之间 不被别人所忽视 对吧 所以你会发现 这个时代 物质缺乏 不可怕 可怕的是 我们很多人对 对于什么 精神方面的极度缺乏 我们从小可能获得的 精神上的慰藉 求人什么 物质求也罢 物质求 图实 很多什么 精神上的慰藉 也给的不够 不够 也给的不够 你会发现 为什么穷人家的孩子 相对的说 很难走出去 是因为从小 什么缺乏 精神慰藉 很多人有精神上的什么 空静 很多人有精神上的空静 有情绪上的什么 空静 所以 人如果说 没有情绪上的空静 没有精神上的空静 只是单纵的 简简单单去做事 你会发现 每个人都能成功 每个人都能成功 大部分人是因为 从小 有精神上的空静 长大以后 他首先要把 过去曾经 什么 那些精神上的空静 克服了 但是很多人一辈子 都克服不了 对吧